哈喽,大家好,之前已经有给大家拍过环岛路的一个局部了,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还是在环岛路上,只不过我们上一个视频是在环岛路的另一头, 那另一头有说过是没有办法拍摄到那些环拉松的雕像的,这一段是环岛路的黄厕路段,那黄厕的话就是之前也有介绍很多人都会来这里看日出, 在旅游旺季的话,这里每天看日出的话是会造成交通堵塞的,这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段,就是黄厕路段了, 那再往前走不远就可以看到提起过的那个环拉松的雕像了,环岛路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条路, 顾名思义的话,它就是沿着这一条路,可以把整个厦门市环绕一周,就是岛内环绕一周,不包含岛外, 然后也是非常非常名气大的一条路,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很讨厌出租车司机给客人绕路嘛, 但是在我三年的出租车司机的生涯当中, 唯一有一次客人叫我绕路,他说他来厦门游玩了两三天吧,挺遗憾的,就是行程没有经过环岛路, 那一天他是从游轮中心下谷码头上车嘛,要去机场, 如果正常的路线的话,应该来说不会超过五十块钱吧, 然后他一上车就说,师傅你走环岛路,我说走那边会多一倍的价钱啊, 客人说他知道,他就是要弥补这几天没有到环岛路的遗憾, 特地叫我给他绕路,我简直幸福感爆棚你知道吗, 真的,可惜三年也就碰到这么一个客人,但是满满的感动嘛, 确实是,在我这三年的生涯当中,好的客人真的是绝大多数, 快的少数,现在我们进入的这一个地段已经到了这些雕塑了, 大家可以看到,在我的右手边,马路右边,有一些马拉松的雕塑, 长度大概在一公里左右,我想大家应该是能够看得到, 所以我镜头就不做调整了,我们可以看到到这里一直都还有, 然后,姿态各异啊,在若干年之后,这些雕塑也是可以成为古董, 我是不知道他的材质啦,走过了这么多次,我还真的没有下车用手去摸一下, 他们到底是有什么做成的,看还真是看不出来,相信大家这样子看也看不出来, 有机会的话,下车去触摸一下,看看手感怎么样, 目前是还没有到文物这个级别啊,大家也可以看到长度确实是挺长的, 预计是在一公里左右吧,不是排列的密密麻麻的, 应该来说错落有致啊,姿态各异, 所以说这些雕塑也为环导路增设了不少啊,就刚才提到的那个客人在这一段, 还特地让我慢速风波,他用手机也拍摄了下来,应该马上就要到雕塑的尽头了, 好,这里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雕塑了,好的,今天的视频到这里,谢谢大家。